總之啊 通常那時候比較便宜 各位可以去剪一些便宜的看看 好那我們開始做了 我們到插入這樣子 圖案這樣子 順著這個滑桿 滑到最下面 最底下最底下一個動作按鈕 有沒有 最後面動作按鈕的這一排的 最後面那個白白的四方形 因為這一個白白四方形 比較好用 這樣裡面可以打字 前面裡面都有畫一些東西 不見得好用 所以我們都習慣用這個白白的 你要打字比較方便 好按一下以後呢 按住滑鼠左鍵 拉出來 手放開 好一定要有這個功能表 跑出來才對 沒有的話你就要注意了 好跳到 有沒有看到跳到 選跳到 好底下這邊的點下去啊 你要按住這個滑桿 滑下來啊 放在頭影片的這一個設定 頭影片 這時候他就會跑出來讓你選 對不對 我們說希望按下去看到影片啊 所以你要選這一個 他是以標題來看的 最喜歡的影片 這第七頁嘛 第七張頭影片 好按確定 有沒有 OK 再按確定 好了 那最好裡面能夠打上 能夠編輯文字 打上文字比較好 你才知道說那個按鈕到底是長什麼 到底是按下去要幹嘛的 你才有辦法反應 好就打影片兩個字就好 沒關係 好OK 所以呢 我們現在來測試一下好不好 好我們測試一下 我要呢做測試 我要從這一張頭影片開始做測試 意思就是等一下我放印的時候 我要直接 直接的就秀出這一張頭影片 那請問我應該按什麼快速鍵 好 把shook按住對不對 再點一下什麼 F5 記得 好 開始囉 放一下滑鼠以後呢 直接的把這個按鈕點一下 有了 你看 切換過來了 那就代表成功了 這樣懂意思了嗎 好 代表我們這個按鈕 是有發揮效果的 是有發揮效果的 好 以上 這就是我們上次做的按鈕